三 二 一 请签署 首拿平板签下姓名 象征北台八线市共同合作 这么刚好这例行平台会议 今年刚好轮到新北市举办 还选在市长会友宜 结束访问新加坡后隔一天 他说台湾已经国际化 在新加坡 在台湾都一样 今天做的事情不是为你 也不是为我 是为北台湾 更为台湾 更重要是迈入国际 跟大家一起借鉴 这次再提访新经验 整场活动刻意营造了 三次首长团结同框画面 其中过半数县市蓝营执政 其他也都是泛蓝阵营 在侯友宜松口愿意接受 国民党征召后 仿佛成了侯市长的 类造式大会 他有松口要选吗 我们非常的乐观看待 当里面怎么决定就来配合 怎么会支持侯市长来参见同框 今天是夸县市平台秩庇 敏感题被季陶首长有默契 笑而不达倒是新竹县长杨文科 我想我们一定是挺为人民 抹福利的为国家安定繁荣 挺安定繁荣 这句话难道是暗指自己停的事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前天才跟新竹市长高鸿安 在全运会上跟郭台铭碰面 这场会议高鸿安也受邀 却刻意缺席 跟市民们约好了 要跟他们一起完成建走的行程 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 把建走的活动做完的话 那可能真的来不及赶上 新北市的这个区域治理的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 可能之前其他县市一样 有些就是副市长来做出席 但临时缺席 改由副市长代打 还有苗栗县长中东景 每个县市在整个治理上 虽然不一样 都可以携手合作 如何让泛兰一同卖将2024 共同目标 侯友宜的总统路 恐怕还有一段整合之路 进行文章讲林志豪采谋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